市長熱情的跟阿嬤打招呼 還有遠端視訊連線 就是為了給在 銀髮紀錄部的老朋友們 一個溫暖的感覺 希望大家都有健康的身體 也能遵守防疫規定 在銀髮紀錄堂 在防疫能夠落實底下 開始的動健康 開始過開心的長輩生活 市長也替大家高興 在銀髮紀錄部同樂的老人 還有工作人員 都已經完成第一劑的疫苗接種 還有沒注射疫苗的 則是必須提供快篩 或是PCR的陰性證明 才能參與活動 新北市特別重陽禮金 會提早來發放 這一次的重陽禮金發放的方式 我們大概有九成 是用匯款的方式 我們百歲人類會發放2萬元 然後各年齡集聚有1千5 有2千 也有5千 我們希望長輩拿到我們的重陽禮金 也可以搭配政府的振興五倍券 以及新北市的地方加倍券 大家一起來帶動市民經濟 市長希望老人們 都能有個健康的身體 也在拿到禮金之後 不只是讓自己有個開心的心情 也能振興一下 受到疫情拖累的經濟狀況 記者林俊鋒 王淑銘 新北 採訪我到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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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t 誰就去求 team